花四十万娶回家的老婆 反手就给我戴了绿帽子 因为最近刚结婚 迫于压力不得不出来跑外卖 但是想到家里的老婆 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晚我刚把一个订单送到酒店 下电梯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感觉不对的 我就悄悄跟了上去 只见那个男人将女人一把壁咚在墙上 而女人一脸含羞在笑 这时我终于看清楚了女人的面貌 那不正是我花了整整四十万 去回家的老婆吗 我为了这个家 半夜三更还在奋斗 而她转身就跟别的男人勾搭在了一起 一股怒火直冲心头 忍不住的我冲了出去 直接一拳打趴了那个男人 而我的老婆张琳琳 见到我也吓了一跳 豆包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脸悲痛的看着她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看着眼前的女人 我死死忍住心中的怒火 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能打女人 不能打女人 就在张琳琳想要解释的时候 旁边的包房门突然打开了 走出来的人居然是我的丈母娘 张妈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我 豆沙包 你怎么会在这里 话音刚落 小姨张月也从包房里走了出来 再就在呗 此日不如状日 不如今天就和这小子说个明白 看着这两人的脸色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张琳琳的处理是早有预谋 这一大家子 只有我像个白痴一样被蒙在鼓里 张妈斜眼瞟了我一眼 再看了看从地上爬起来的男人 然后对我说道 豆沙包 实际一点就和我家林琳离婚吧 林琳之前不懂事 非要嫁给你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没办法 只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 好在林琳现在想清楚了 你现在和她离婚还来得及 张妈说的极为随意 就和理所应当一样 没有理会张妈 我看向张琳琳 张琳琳 这也是你的想法吗 我知道张妈和小姨从来就没看上过我 就连当初的彩礼四十万也是东拼西透来的 以至于连婚礼都没钱办 但是我总觉得两个人真心相爱就能过得幸福 我每天下班跑代价 也是为了多赚一些钱 弥补对张琳琳的亏欠 但是没想到这才刚结婚 老婆转身就给我戴上了绿帽子 丈母娘居然还是帮凶 看着不说话的张琳琳 我忍不住大喊一声 张琳琳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了 张妈看了眼张琳琳 琳琳 你和她说 张琳琳叹了口气 然后看向我 豆包 我们离婚吧 此时的张琳琳眼中没有一丝愧疚 更没有被当场抓包的难看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平常事 无形的怒火直冲心头 现在的我恨不得把眼前这些人大谢八块 就在我即将失控的时候 一道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检测到宿主负能量满值 自动开启最强对人系统 只要对人就能获得负面情绪值 此负面情绪可以兑换任何产品 道具走向人生巅峰 只日可待 听到这里 我顿时明白了 对人我老本行啊 呵呵 张家 既然你们不仁 也就别怪我不义了 接下来就等着被我对死吧 花四十万娶回家的老婆 反手就给我戴了绿帽子 许阶上集张妈看到豆包露出了笑容 有些疑惑 不过也没有多想 豆沙包 你现在该死心了吧 林林之前事不懂事 才会一心想要嫁给你 现在林林已经想明白了 你们离婚吧 小姨张月也在一边起哄 就是就是 看着你都磕衬 赶紧离了吧 而刚过得对人系统的豆包 也没惯着他吗 张大妈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你确定这是离婚 不是卖女儿 卖女儿也不是这样卖的吧 一个月四十万 你抢钱啊 再说了 你家里开立春院的吗 人家劳保都不会卖自己女儿 那像你为了钱 什么都能卖 然后他又看向张月 还有这位张阿姨 我看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一大把年纪了 连个接盘侠都没有 我要是你就赶紧 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他就怕地缝都会嫌弃你 觉得你太当 话音刚落 豆包就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醒 恭喜宿主获得了来自张岚的 一百点负面情绪值 恭喜宿主获得了来自张月的 五百点负面情绪值 此时他快速的扫了一眼 系统商场 发现一百点情绪值 就可以兑换一千万元 孙月顿时被豆包的话气的哑口无言 而张妈也是满脸怒火 豆沙包 我女儿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 你也不撒泡尿罩照照镜子 就你这种穷角丝 别说一个月了 我女儿跟你一天都是你祖上积德 看着满脸怒气的丈母娘 豆包嘴上没有丝毫留情 一天四十万 张大妈真是好算计啊 难道你女儿是金子做的 不过就算是金子 二手货也要贬值了吧 也不怪她出口无情 实在是张家人太让人寒心 记得当初结婚时 自己的爸妈专程从乡下来拜访张妈 而张妈全程一脸嫌弃的表情 话里话外都是说她配不上她女儿 我倒是想知道 是哪个憨必接盘侠愿意接收你女儿 豆沙包你闭嘴 张妈一声怒吼 她也不知道这个之前唯唯诺诺的小子 今天怎么敢如此对她 豆沙包我实话告诉你 我是为林林令泽家序了 然后张妈指向旁边的男人 乔建美 这位是肖明 海归博士 爸妈在国企上班 有车有房而且还专情 这么多年还没忘记林林 再看看你除了嘴上功夫还会什么 一家公司待了三年了 五千的薪税就没涨过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嚣张 你连萧明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听到这话豆包 也看向这个被自己打趴下的男人 呦 原来接盘侠是一只海归啊 海归好海归庙 毕竟海归同王吧 是亲戚 你确实和这一家人挺配的 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个人物种不同自然 就不能相提并论 萧明刚被张妈夸得飘飘然 听到这话脸色瞬间一点 你胡说八道什么 信不信老子搞死你 怎么我说错了吗 不是张大妈说你是海归吗 看你这样子是要咬我吗 张妈听到这话顿时忍不住了 就要上来掰头一下 张琳琳连忙拉住了她 然后对着豆包说道 豆沙包你够了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就不能放手吗 花四十万娶的老婆 转身就给我戴了绿帽子 豆包我们离婚吧 明天就去民政局 豆包看着张琳琳决决决的表情 她也终于明白之前张琳琳 对她的爱可能更多来自 与对母亲的叛逆 因为张妈从始至终就没看上过她 正因为这点张琳琳才会执意的选择她 而现在新鲜感过了 自然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离婚自然是要离的 你放心 填一辆我们就去民政局 不过张琳琳你记住 不是你要离开我 而是我要甩了你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当初不是你要死 要活的嫁给我 你以为我会娶你 现在看来你真的就是条寄生虫 贪得无厌让人恶心 豆包语童不休 仿佛要把心中的部分全都宣泄出来 张琳琳也是一脸错愕的看着她 似乎没想到自己在豆包心中如此不堪 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肖明听到这话就要上来装男人 就被豆包一把推开 不自量力 张妈此时也是开口说的 豆包你还是不是男人 怎么可以这样说琳琳 听到这话的豆包一声冷笑 张大妈 我是不是男人 你可以问问你女儿 毕竟我也和她睡了一个月了 反倒是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在两人争论间酒店服务员被这边的动静惊了过来 看到服务员过来张妈也收了收声音 不过还是一脸嘲讽的说道 豆包你不要太嚣张 你再如何也不过是嘴上功夫 能有什么用 张月也跟着喊道 就是没钱你横什么啊 装什么十三 豆包心想不就是觉得自己没钱吗 然后他对着服务员招了招手 你们这里最贵的房间多少钱一晚 刚才不是还要干价吗 不过立马回过神 先生 我们这里的豪华包房是一万元一晚 怎么小子 你还想花一万来打我们的脸 证明你很有钱 一万块钱谁掏不出啊 远通住一晚上 估计几个月都要喝西北风了吧 说完两人就爸爸打笑 谁说我要花一万 没有理会两人 豆包拿出一张银行卡币给服务员 这张卡拿去 里面有一百万 给我开一间最豪华的房间 再给我上一桌 你们这里最贵的菜 我要庆祝一下脱离苦海 张妈被豆包这一手给震住了 一百万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然后又对着服务员说道 你们别给他骗了 他还签了一屁股债 怎么会有一百万 服务员并没有理会张妈 只是淡淡的说道 这位女士请不要闹事 至于这张卡是否有钱 我们会确认的 说完便转身离去 不一会服务员就回来了 身前还跟着一位饼班 先生 你这房间为您开好了 餐品也已经在制作了 听到这话 张家几人都傻眼了 张琳琳下意识的说道 你既然这么有钱 当初娶我的时候 为什么要装穷 碰上你们这一大家子败金鱼 我如果不装穷 岂不是要被你们掏干净了 记得明早民政局见 豆包说完便跟着服务员离开了 只剩下一脸猛逼的张家人 张妈此时回过神 她可不相信之前的穷小子 会突然变得这么有钱 林林你别信她的 说不定她和酒店的人有点关系 只是在我们面前冲个场面 明天这魂必须离